死刑辯論如失衡的天平啊 就是在前天這個死刑的憲法法庭辯論 那很失衡 因為就是廢死方 非常積極的提出各式各樣的這個意見書 然後呢同時也就是踴躍出庭 但是其實我稍微看了一下那個摘要 然後其實法務部的這個 支持死刑的這個辯論方 也是非常盡心盡力啦 那我們不要質疑人家這個 那但是還是在那個法庭的論述上面 還是非常失衡啊 因為你可以看得出來 第一個幾乎所有招法官 都傾向於廢死 他們找的那些所謂公民啊 或者什麼那些團體啊 幾乎都是FACE 那只有法務部 法務部其實也不是他真的反FACE 而是因為現在這些公民團體 跟大法官直接指他們立法怠惰 所以他們是為了要證明自己 沒有立法怠惰 所以在那邊抗辯 他只是要撇清自己的責任而已 基本上看這個整個態勢來看 我看台灣大概九成九會FACE 可是我覺得這個在邏輯上面 根本就不成立 是啊 因為大法官確實是有 是可以在憲法有疑義的時候 可以解釋憲法 可是這個憲法是民國三十幾年定的 你覺得民國三十幾年 那些制憲立憲的先賢們 難道是心懷FACE的理念嗎 我覺得這根本沒有考慮到立憲精神 當時立憲的這一群人 腦袋裡頭有任何一個人 有FACE的觀念嗎 沒有 沒有半個人有 對啊 他們當時立這個憲法的時候 難道把FACE精神 藏在他的憲法法裡面嗎 你要知道當時立憲那個時代 當時的普遍觀念是什麼你知道 叫斬立訣 哈哈哈哈 當時打內戰啊 所以當時只要有犯罪 基本上幾乎抓到 只要確認你犯罪職就斃啊 所以我就不懂這個邏輯怎麼會成立呢 大法官他是就是 反正就是每次就是 就是他們試過很多要FACE的途徑 但是都無法成功之後 他現在就直接要跟你 伏地酬心講說 憲法就是FACE憲法 可是問題是這個憲法 怎麼會是FACE憲法 你怎麼能夠這樣子 曲解當時的憲法呢 我覺得這個實在是太鬼扯了 這因為我說真的啦 我認為蔡英文 跟賴清德是想幹嘛你知道 就是趁這個決定 因為反正死刑犯有申請嘛 他們過去一直拖一直拖一直拖 因為有選舉 這時候來討論這個會 直接影響到選舉 然後等到現在選舉也選完了 賴清德確定會當選了 會上任了 這個時候趕快趁這個 兵荒馬亂青皇不接的時候 趕快過 你知道只要一旦過 蔡英文就歷史流明了 他就是促成FACE的總統 你看對蔡英文來說 他的政績是什麼 同婚 FACE 然後還有另外那個繁核 都是文青 文青最愛的進步價值啊 這三個 三個攻擊全部都他懶 那對賴清德來說 因為他假設FACE一旦確定之後 他上任就沒有人會再吵這個話題啦 雖然是七月多決定 但那個他也可以推 推說那是前任的事情 那跟我沒有關係啊 所以他也過關了 他接下來四年 就不用再去傷腦筋這個問題 所以大家都願意啊 剛好趁這個機會來幹 我對同婚沒什麼意見 因為我覺得同婚就是自己 兩個人相愛 你是什麼性別 我沒什麼意見 但是反核跟FACE這件事情 真是文青誤國 我們到底為什麼要追求什麼 為什麼FACE是進步價值 我不知道 為什麼 因為西方人白種人FACE 所以我們就要FACE 美國也沒FACE啊 其實西方很多國家都沒有FACE 對啊 美國也沒FACE 日本跟韓國也沒FACE 新加坡也沒FACE 不管是 鄰近的東亞 或是華人被認為說 比較進步的華人社會 也沒FACE啊 啊美國很多州也沒FACE啊 那什麼誰是 到底是誰定義 這個FACE是進步價值 我覺得這件事情 真的好難看 就是大家都 很多人可能到現在 還不太清楚說 為什麼要開這個憲法法庭 在討論這件事情 是這些人權團體 所謂人權團體 我甚不想講他們人權團體 就是FACE團體 去塞狼那些死刑犯 叫他們提示嫌 你殺人的時候 你有在那邊講說什麼怕死嗎 你殺人的時候 有想過自己會被判死刑嗎 然後結果呢 現在被判死刑之後 你就去提憲法官 憲法說 憲法說不能殺我 你怎麼那麼垃圾啊 你們這些人 你看那個詹真林 那個囂張的樣子 詹真林啊 八成民眾反對FACE 詹真林說 為何一定要跟民意妥協 WTF 我聽不懂欸 是什麼意思啊 他是 他意思就是說 我是大法官欸 你們這些草民 懂得P啊 我說對就對 我說錯就錯 你們這個民意算打根充啊 他意思就是這樣 非常明顯 他的意思好像就是覺得 你們都不進步 我帶著你們進步 他這麼傻啦 為什麼我聽不懂欸 那其他國家也有死刑的 都不進步就對了 那其他國家還照樣執行死刑 台灣都已經變相FACE了 然後其他國家都不進步 其他國家都很野蠻 我從來不覺得 FACE跟進步有什麼關係 一點關係都沒有 老實講 西方為什麼 尤其歐洲這些國家 為什麼會傾向FACE 主要是因為宗教信仰的關係 我講實在話 那個跟什麼進步 不進步一點概念都沒有 而且更好笑的就是 其實因為歐洲大分是基督教天主教系列 這個系列的國家嘛 其實以舊約聖經來看的話 舊約聖經從來就沒有什麼FACE 這種問題 舊約聖經其實基本上 耶和華的訓事就是以牙還牙 以眼還眼 你犯了錯就是要承擔過錯 就是這麼簡單而已 你看神在那個大洪水的時候 他有告訴你要FACE嗎 嗯 他把你整個地球的人都幹掉了 我那天就在想這個問題 就講說像不是有那個林彥祖 林彥祖這位律師 然後他其實就是 就是在這次FACE當中的一個掌棋官 然後講說國家 不能以任何的形式剝奪人的生命 我其實就在想說 那如果就一般我們民眾 我沒有辦法理解這麼深厚的法學 什麼法義啊什麼什麼 這我不理解 我只想要知道 如果哪一天國家打仗了 請問一下政權投敵要不要槍斃 對那你為什麼要逼我去死咧 你要叫那些一物一去守海岸 那就是死啊 就是去送死啊 那他可不可以就是 因為國家不能逼我去死啊 那我們以後軍隊要修法 當長官的命令 會直接造成我的死亡的時候 我拒絕 我可以拒絕的權利 對啊所以就是 我也不能理解 總之就是很妙啦 很妙我覺得剛剛明哥講的 其實細思極恐啊 蔡英文是真的純心要挖很多洞 給賴清德挑舉 是啊就讓他來幹啊 無所謂啊 蔡英文他只要能夠成就自己就好 你賴清德負擔什麼幹他屁事啊